第九章的Intent的部分 今天开云端硬碟的时候我发现 这个PDF Reader好像又换了一个功能 原来好像放大镜在这边 它现在跳到这里来 我刚才找一下我想 奇怪放大镜不见了 习惯在那边点 奇怪跑到这边来了 然后弹出视窗本来在这里的 它又跑了另外的地方 它跑到这边里面 所以最近好像那个 Google的云端硬碟有在做蛮多的事情 所以好像有时候之前 那个直接打开云端 没有问题 可是好像它 有同一个反应 像上次有没有就突然不见了 不过可能如果还有状况的话 再跟我讲一下 有关那个云端的 这相关的问题 OK 那第九章里面的话 它这边有相关说明 主要就是说Intent的这个 这个类别 其实它的 重要性还蛮高的 Intent的英文的翻译也许叫意图 你有什么意图 OK 好像有点感觉是比较负面的 对不对 就比如说你的表情怪怪的 那可能就是有什么意图 对不对 那当然 在那个Android里面 它意识 它的主要作用 就也有点类似像这样 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要做什么 它自动帮你去找到对应的 对应的程式去帮你去处理 有点像 这有点像什么 中介一个 中间 去自动帮你找到 比如说你要开网页好了 那你就给它一个超连接 它自动帮你去找到什么 找到一个预设浏览器 帮你打开 那如果你要打电话 那打电话 可能你有装了一些打电话的APP 或者什么的 它也会去帮你找 如果没有 那就预设的 系统那一个 等等诸如此类的 比如说像什么 连接到Email 如果你给它是一个Email 的一个UIL 它一定要包装成UIL 自动帮你 在启动 你预设的那个 比如说你是用Gmail 它自动帮你把Gmail打开 然后帮你把那个网址放上去 那你就把那个主旨跟内容打上去 就可以传送出去了 OK 但是呢 这边有牵涉到一些状况 就是如果你浏览那个浏览器 它没有安全性规律 直接打开而已 没什么事 那如果说你是Gmail 直接打开Email放上去 这个也没 因为寄信是你自己寄的嘛 那可是像打电话 它有两种 一种是怎么样 弹出来 帮你电话输入上去 拨号由你自己拨 那那个就没有 因为拨是你拨的 因为如果你不确定这个电话是谁 那当然也不会拨嘛 那另外有一种是什么 直接就帮你拨通了 直接接通哦 那直接接通的话 你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叫做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Manifest 这个Manifest里面 有一个部分你要跟系统去要求的 就是说你的许可权 就是use permission 这个permission 你需要给它一个叫call phone 就是打电话这个权限 你要跟我讲一下 OK 我知道早上为什么 为什么我没办法连线 因为我忘了加permission 什么permission internet的permission 哎呀对 所以一直奇怪 就是连不上 OK好 终于恍然大悟了 因为早上 我把它秀给你们看连线 奇怪一直没办法连 所以这种东西 还是会卡在这个使用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开permission的话 它就是不能允许 那这个permission什么时候会跳出来 对在安装的时候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就是特别注意一下 在你安装任何app的时候 它会第一个跳出来 会跟你讲说 哎我这个app呢 会存取你里面的哪些东西哦 请你看一下哦 它可以看联络人 可以什么看简讯 可以存取你的GPS location 可以用照相机 对不对 就像说那个 我之前跟各位讲 我那个脸书的那个什么 那个message 那个对话 它里面居然也需要 查看我的联络人 手机联络人 也需要查看我的简讯 也需要知道location 好像什么都需要知道 我想说 我只是要跟我的朋友通讯而已 为什么你需要这么多的讯息 OK 那就有鬼了 那可是很多使用者 完全没看 就安装了 对不对 那就你的问题了 OK 可是我觉得 这个机制 有点怎么样 就是把那个控管权 丢给使用者 所以叫use permission 当安装的时候会跳出来 那如果到时候发生问题的话呢 Google会说 我在安装的时候 已经有告诉你 是你按下你要安装的 所以呢 问题不在我 问题在你 这当然也是对啦 可是 一般的使用者 对于这些 什么的存取权限 哪会知道 对啊 看不懂啊 说真的啦 百分之应该90以上的人 都根本是直接安装下去 哪会管说 你们现在是注意一下 安装的时候呢 有没有这些许可权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认识那个intent 然后还有这 再来就是 activity 前面呢 我们只有一个activity 启动一个画面 但是如果你有第二个画面 比如说你有第二个view 第二个layout的话 那怎么办 你就需要第二个activity 所以呢 在一个 app里面 它当然不是只有一个activity 它可以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非常多个 OK 所以你要那你要怎么样 去制定第二个画面 再去增加第二个activity OK 那也同时可以观察一下 两个activity 它的生命周期 刚刚有讲过嘛 一定会有 总共七个生命周期 不过如果后续衍生出来 activity 那生命周期 可能又不止七个 可能有更多个 OK 所以反正就是衍生出来的 那还有就是说 所谓的附带资料 这个附带 比如说intent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媒介 它要把第二个叫出来的时候 要不就是直接叫出来而已 可是如果说你有资料 这个页面要带给另外一个页面的话 那你要怎么把资料顺便带过去 这个观念有点像什么 你们应该写那个 就是serverlay的时候 两个页面嘛 一个网页 带到下一个网页的时候 会用到一个物件 叫Session 不知道你们应该有用到 这Session物件 其实就是把这个东西带过去 可是在Android里面 它不叫Session 它叫Bundle Bundle Bundle的意思就是说 你帮我带一些东西带过去 那我这边过去之后 你顺便帮我夹带 那夹带过去呢 这边一般是用Set 不过一般理论上用Set 可是它不是用Set 它用Put 很奇怪 你为什么不干脆同意一下 对不对 不过我在想 有可能是Java用一套SetGate 那它可能就是要有别于它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意改 还是怎么样 那当然只是推论而已 所以你要知道它用Put 你也不要觉得奇怪 OK 那里面的话用Bundle 那首先的话介绍一下那个Android的Manifest 那它的位置 我想各位应该目前来说 还没有用到过 好像我们还没用到 它的位置在哪里 基本上它会在这个专案里面的Manifest 这边有个档案 它也是一个XM的档案 那这里面的东西 通常没有特别的需要 不会去动它 除非说最多的机会是这个 Use Permission 那比如说我有Call Form 那其实这一串你看起来很多 其实不用背 你用一个U就可以了 Use Permission就出来了 它会自动跳出来有Call Form 有没有 然后后面的话加一个斜线 加一个大鱼 就打完了 所以以后的话 Use Permission还蛮简单的 不过在Eclipse前面的版本 它会有图形化界面 一样跟Menu插 可是它没有 变成你要自己打 我想Android Studio 后面有没有新的版本 会有这个也很难说 所以它的Permission 使在这里 那像早上 因为我要存取网路 我忘记加了 那如果忘记加了 你就没办法连网路了 所以未来如果你要连网路 你必须要加一个Permission 就是Internet 如果说你要存取那个GPS 你就是SS 那个Location的那个 如果你要蓝牙 你就Bluetooth要打开 如果你要Wi-Fi 你Wi-Fi就要打开 反正只要跟有一些相关 就是装置上面的那个功能 硬体功能的使用权限 那你就必须要在这边定义出来 OK 所以这边的话 里面当然还有你的Package名称 这个Package名称特别重要 没事不要乱改 改了就挂掉了 因为这个名称就是跟你刚开始定义的名称 是要一样的 如果你名称定义错了 那很抱歉 两边就不match 就出现错误 还有就是常常出现这个 这边的Style 就固定的 其他还有像什么 OK Activity 有没有 那这里一定会定义一个什么 Main Activity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专案 有几个Activity 那就请你在这边定义好 所以未来如果你有第二个Activity的话 那请你怎么样 在这边登记一下 这个里面有点像 这什么 护证单位 你多一个人口 请你在这边登记 如果你没有登记 表示这个人不存在 OK 所以特别说 Main Activity 也就未来 如果我们要产生 第二个Activity 假如是Activity2 那记得 你增加一个之后 请你在这边要增加一个 这个所谓的Activity2 让他知道 你又多一个了 OK 那其他大概就是 一个Use Permission 大概Manifest会有这些相关的东西 OK 大概有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 Pagic属性 Application标签 一定是Application 然后Activity 那Intent 那可能会有Intent的Filter 就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会有相关的Filter 过滤器 过滤器 那再来的话呢 认识Intent Intent里面的话 大概就是 不外乎就怎么样了 这个Intent的类别 New一个实体 它的物件名称 等于什么呢 Intent后面就是什么动作 加什么内容 那比如说后面的话 就是说 你要什么动作呢 帮我Action View 然后后面的话 内容意思就是说 给它一个网址 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它的网址一定要包在UIL里面 因为呢 Intent只接受一个UIL 不接受一个字串 那所谓UIL 就是说 它里面一定是KeyValue 反正就是 反正就 应该不是 就是一定要打包进来 它反正一定要这样的结构的一个物件 它才会接受 然后底下的话 大概是这些 然后按钮 然后假设说 我们有三个按钮 一个是浏览网页 一个是拨电话 那拨电话有两种 一个是拨了 但是由你自己按 那个是否拨出去 一个是直接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做出来的 浏览网页 按下去 它自动怎么样 跳出我预设的浏览器 而且会自动跳到 像我的部落格里面 OK 类似像这个 然后把它back 好 第二个的话 拨 呼叫哦 不是拨打 呼叫是按下去 把电话号码加上去 但是由你自己去拨 它还没拨出去 所以这个地方 不需要permission OK 不需要你的使用的permission 那什么时候需要你的permission呢 在直接拨打 自动拨了 OK 基本上 如果说那个诈骗集团 它如果说类似像这样 直接用你的电话 自动去拨号 是你拨出去的 然后呢自动它从远方 再跟对后 跟你的朋友聊 讲话的时候 那你可能会比较相信 比较绑票那种 直接用你的电话拨出去 你小孩现在在我手上 你赶快汇款 如果它用别的手机就算了 用这个自己的手机 所以你要小心 如果说 它在那个安装的时候会出现 有一个什么呢 call phone 就是打电话的这个权限 许可的话 可能你就要小心了 它如果在远端 自动帮你拨号 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拨通了 它在从远端 跟那个你的亲朋好 就讲电话的时候 恐怕就会有问题了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一下 那里面的话 大概是这个部分 我刚刚讲过 那程式部分请各位 等一下先试着 一样 先开个专案 专案名称的话呢 CH 应该09了 我打错了 Intent 1 OK 这个专案名称 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 我们一样 MVC 那M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这一题 没有那个Stream 不过会有 那个 我们会需要做到 那个Menu部分 就是说呢 我按一下Menu 一样会有 这上面三个东西 功能是一样的 OK 只是说我把它 做成Menu 那所以请各位 再把刚刚的Menu 也融入进来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 请你在这边呢 再增加一个什么 Resource里面 一样去建一个什么 这边先建一个 Menu 按右键 记得按右键 New一个这个 Android Resource Directory 然后呢 选择Menu 按OK 然后呢 再到Menu里面呢 再按下右键 New一个什么呢 File 名称的话叫 MenActivity Men.xml OK 打开来 里面的话就放 1 2 3 3个Item Item 1到3 然后呢 分别就这三件事 做出来 显示出来 OK 第二的话呢 View的部分呢 我们非常简单 就是在上面 布置 总共是三个按钮 就可以了 OK 好三个按钮 1 2 3 反正就Button 分别是Btm View Dial Core OK 然后 再来 View比较简单 那 Menactivity 部分的话 我们再分别 把它实做出来 OK 那不外乎就是什么 宣告连结 事件的话 有三个 所以我们三个分别做 那比较麻烦的是这个 就是需要Permission的这部分 OK 那请各位 先试着把前面的部分先准备 待会再来看前诗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Intent的部分